為什麼不叫做公立的 不叫什麼 公立卡車 感覺卡車沒有那麼好聽 火車那麼好聽 火車比較酷 不如不叫做高鐵 高鐵更酷 我們成立的時候高鐵還沒有 所以只有火車 那卡車應該也那個了吧 有啊 但是卡車 東西卡車不好聽 公立機車給你 公立機車就搞笑了 那個主任好 各位那個新同學你們好 我是那個顏志玲 有小名嗎 小名就叫志玲 大家好 我是由邱欣 從屏東來的 屏東來一鄉 台灣族的 那你們今天呢 是入班到四年級 謝謝 謝謝 一 二 三 四 來 真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九 三百 四百 五百 四百 五百 七百 八百 什麼時候結束 29 29 10 3 好 可以回教室了 那我們今天來進行一個 你們最喜歡的活動好不好 好 就是寫作文 有什麼問題想要問你的新同學 有什麼 你們知道我們的工作嗎 不知道 我們是在唱歌的 當明星 對 當明星 所以你們有聽過我們的歌嗎 有 你有唱彩虹嗎 對啊 所以我說那你們剛剛怎麼 都不知道我們是做什麼 好 請先寫標題喔 妳剛剛跟妳的同學 聊天的所有內容 是怎樣 很療潮 對不起 我的字很療潮 沒有 我的字很療潮 對新同學這樣不禮貌 這樣很不禮貌 我的字很漂亮 還有人看我的 你的字很醜耶 對 我看他們的字 你還比我醜嗎 奇怪耶 我們坐哪裡啊 都可以 都可以喔 我們在哪裡啊 就這邊 我們在下面三座 你為什麼不叫做公立一個 這個 不叫什麼 在公立卡車啊 感覺卡車沒有那麼好聽啊 火車那麼好聽喔 火車比較酷啊 會不會叫做高鐵嗎 高鐵更酷 我們成立的時候 高鐵還沒有 所以只有火車 那卡車應該也那個了吧 有啊 但是卡車 東西卡車不好聽啊 我立即車給他 我們都是機車就搞笑了 有啊 什麼 有啊 感谢观看